3、2、1 2023昌游南投嘉临华记者会 由观光处长陈志贤邀请贵宾 一同以撒会方式宣告 昌游南投嘉临华正式启动 曾处长说 经济部工业局耕耘观光工厂 满20周年 希望从现有的产业里 加入创意、科技与人文特质 发展出一项具整合性 高附加经济价值的项目 让南投的经济层值 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我们南投好山好水 产业资源相当的多元跟丰富 也孕育了我们的很好的品牌 还有很好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光光工厂 我们也邀请了所有的光光工厂 来展现他们的所有的商品 未来我们这个活动是从4月1号开始 到4月底 那这段期间呢 所有的游客可以到南投来玩 可以到我们光光工厂 来做一个体验 做一个DIY 那也可以享受各个光光工厂的 优惠的一个活动 另外也举办了所谓的抽奖的一个活动 那总共有募集了三千多份奖品 那最大奖也有这个七万块以上的 这个寝室床头床造主 总共的奖金价值超过一百三十几万 那我们希望游客到我们南投 住我们的好时民宿 我们的这个套票 有一千七百八十九元 那只要八百元 就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优惠 所以折数相当的低 大概在四五折这样的一个优惠 可以说是相当的超值跟划算 南流县冠冠冠工厂协会理事长 翁启富表示 南投用最好的品牌 以及多元丰富的产业文化 热情迎接四月旅游潮 让民众和家来体验 活动除了各家观光工厂 有专属优惠之外 也寄出消费满两百元 即可享有抽奖机会 参与南投观光家联法 最主要是结合我们所有 南投观光产业的 食宿游构型 这所有的产业我们都加进来 那主轴也加入了 我们的观光工厂二十周年庆 那这一个最主要 我们的活动就是每一家 目前观光工厂有十四 观光工厂加两家铁道 积极铁道 还有好时民宿 好时民宿本身就有一百多家的会员 这些都加入在我们这一次 畅游南投观光家联法的活动里面 那每一家都有不一样的折扣方式 所有的厂家 你只要消费满两百 就有一张梦彩券 这一次我们是整个等于是结合 南投所有的观光产业 这一些集合在一起 就是大家的力量 好好的在四月份 把我们的南投的观光产业 尽量的让它发光发热 让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来我们的南投 今年呢我们也是推出了 一个好时民宿的幸福套票 它是一个电子套票 那结合了观光工厂 还有各地的景区的门票 跟我们南投县的好时民宿的一个住宿抵用券 那好时民宿其实是南投县政府 主力在福岛跟推广的一个民宿品牌 那我们的话主要是就是使用在地的农特产品 来提供给旅客做享用 那旅客可以在我们的旅宿业里面 直接就可以品尝到最在地的南投味 那这一次的套票呢 其实结合了大家的那个好时民宿以外 来到观光工厂他们会有入工厂的伴手礼 然后一些DIY的体验 那还有相对的就是我们景区 那我们期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串联 能够让整个南投 让旅客可以玩得更深入 然后更蓬勃发展 直至活动除了现有12间观光工厂之外 也特别配合旅游需求 邀请及其其帖道行旅 以及好时民宿100多家业者加入 让活动更多元充实 每家业者也有个别优惠方案 活动预计5月初抽奖 8月底前都可以对奖 而畅游南投嘉宁华相关活动讯息 请上官网查询 欢迎来南投旅游消费 记者上幸福 南投市采访报道